今天晚上一会儿 今天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为了立法院的直权行事法 要不要在立法院增加了 所谓的调查权 听证权 甚至总统有没有国情咨文的义务 而国情咨文的时候 到底是一问一答 还是包括来问答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 朝延两党的立法委员打成一团 甚至有人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 而可怕的是 到了明天 这样的冲突看起来只会更激烈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让蓝绿极度的对决 不但蓝绿极度的对决 现在双方的支持者也开始在动员 当你的支持者在外面 已经开始包围的时候 在朝的立法委员 只好把自己的动作越加越猛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中间的针结到底怎么 现在民进党一直在指责 这是黑箱作业 但是我们看到了广告商 看到了国民党拍摄 这些方案 我们早就在立法院的网站上 都已经公布了 而你去上立法院的网站上面 的确有28个版本 但问题是 这28个版本 并没有在委员会有好的讨论 也没有经过非常仔细的整合 等于是在委员会里面 你只要有争议 只要有不同意见 全部送院会表决 而这里面有很多的条文 南辕北侧互相矛盾 比如说像藐视国会 一个非常大的争议是 这个藐视国会 到底急不急于一般的人 如果一般的民众到了立法院去做听证的时候 或是做报告的时候 如果被认为他的报告不实的话 他是要受到了刑罚还是罚人 这中间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看到了 最后整合出了一个版本 也就是礼拜五 就根据什么 根据黄国昌跟国民党的最后整合版本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现在如果我今天最后整合的版本 是按照这个版本来投票 按照这个版本来表决 那问题是 当时所有在场的立法委员 你对这个版本清楚吗 对于最后整合的结果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听证权 调查权 你的范围到什么程度 这中间有好好的讨论吗 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讨论 现在有人开玩笑说 当天可能只有傅宽奇跟黄国昌 两个人知道 可是我们该一直追究下去的话 更可怕的是 搞不好傅宽奇什么都不知道 搞了半天 最了解这个法案的只有黄国昌 如果一个关乎中华民国 这么重要的法案 最后一个人引告 一个人认告 一个人决定的话 那这个国家是不是太可怕了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 两边的大方首席的 财经专家黄收宋超 大家好 好 这是梅导 邓主席的董事长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资深母帖赵宇轩 好 好 第三位是 资深母帖赵宇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深母帖赵宇轩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财经专家陆国昌 大家好 好 刚才讲的 上礼拜五打成一团 可怕的是 我觉得明天一定更可怕 因为上礼拜五 还是在立法院院里面 对 后来开始 民进党的支持者 绿色开始烙狼来 烙狼来了以后 明天更是 有很多人在外面包围 在包围的状况下 一定会让这个情绪更高涨 好 更高涨的状况下 其实要问问题 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 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对 到底这个法案 是怎么弄出来的 还有现在 刚刚讲的是黑箱 那国民党讲 国民有黑箱 我们早就已经公布了 但是问题是 你最终的版本 难道是真的按照 黄国昌 那个最高精密的版本吗 所以这个最高精密的版本 真的是开会的那天 才送进立法院吗 包姐我们现在看到 上礼拜五的国会大乱斗之后 你看引来 在当天晚上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民众 聚集在外面 准备说什么 这个太阳花再第二次 这个感觉 那我跟他讲 明天521的时候的话 恐怕这个局面 只会更加激烈 更严重 为什么 今天赖清德他讲了什么 他说立法院要遵守什么 立法的这个程序正义 所以他点出程序正义的问题 等一下你说 今天赖清德已经很明显的 站在民进党立法委员这边 而且赖清德已经开火了 对所以程序正义 他们把这个程序正义 列为一个重要的这个指标号 那到底有没有程序正义 所以你说 他是总统 他也是党主席 对 他已经开绿灯了 叫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提枪快跑前进了 那为什么 程序正义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那天晚上 傍晚表决了任何的 这个所谓国会职权扩张的 这个法案里面来说 包姐 事实上很多委员都说 他们当天晚上七点 才拿到知道 我们要表决什么 他们表决什么 根本有的都连看都还没看 就开始在那边表决 所以他们事实上 他们连表决的条文内容是什么 他们完全都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对 那不是讲说前一天晚上 都已经公告 都已经在立法院的网站上面 你要表决什么 有28个版本 对 那为什么会被人家讨论呢 主要原因是 因为最后公布的 最后通过这个版本 人家现在才解决说 原来是黄国昌跟翁小林 他们前一天论稿之后 最后送到这个 送到这个大院去表决了 也就是说 其实他都不太清楚 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也就是 之前虽然有28个版本 28个版本 刚刚讲的 这个内容都有彼此的矛盾 有彼此的底数的 照理讲说 你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底数 你应该在委员会的时候 也就是在内政委员会里面 各种不同党派的人 你要在这边好的协商 你要在这边沟通 甚至你要在这边吵架 你要在这里面辩论 辩论出一个好的版本 你要出去 如果当然 你有不同政见 不同意见的人 你当然可以表达不同意见 这个时候 你就要进到了 立法院的朝野协商 就发现 很多的程序 全部跳过去 才搞得现在鸡飞狗跳 对 事实上正常 这个国会改革法案来说的话 应该是在委员会里面 大家讨论 大家讨论的过程里面 因为民进党一直反对 反对 所以国民党的做法是说 那我们就送到大会 送到大会 所以事实上在程序委员会里 在程序委员里面 并没有经过明显的讨论 好那28个都送过去 照理程序是28个里面来说 如果假设最后要表决 你要表决出一个最终的版本 我们要投谁 投刘宝洁的版本 不是投黄思聪的版本 要一个版本 问题是28个都过来 28个都过来 你要表决哪一个 我怎么表决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28个里面来说 很多法案来说 提出来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这一次争议比较大 就是国会的所谓的 我叫你来这个国会 这个做听证 藐视国会 对藐视国会 藐视国会来说的话 到底你职权 你藐视 你要处罚的对象 是仅此于官员 还是你法人也可以处罚 还是民众也可以处罚 这个每一个人的版本 并不太一样 另外一个 就是说你藐视国会之后 你到底是罚款 还是坐牢 这个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就是这么多28个版本 你没有整合出一个版本的时候 那你表决在表决什么 我们就讲 而且问题是你在藐视国会的时候 你要求别人提出资料 那这个提出资料 有没有边界 你可以教人家提出机密资料吗 还是你可以提出一些 我公开的资料 你的资料能够要到什么程度 这个中间的争议就非常大了 里面还有几个人就牵扯到说 如果法院已经有把这个资料 调走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有人就说要拿过来 有人就说要说明原因 所以大家都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版本 就那我们就这样讲 原本有28个版本 要送到这个大院来表决 结果最后表决的可能都不是28版本 是最后 所以黄国昌跟傅昆奇 最后一个版本就出来 所以人家才会开玩笑 讲说原来最后的版本 这个黑箱里面 对 只有傅昆奇跟黄国昌两个人知道 就这样出来 出来之后就最后这个版本 就没想到就表决这个版本 那最后这个版本来说 现在大家就说 搞不好连傅昆奇都不知道 因为黄国昌 前几天接受直播 他还说 这个是最高机密 通过的版本是最高机密 真的到那一天才出来 所以就告诉你 现在很多人就是绿营 把这个程序不正义的问题 把它端上台面 所以现在呢 等于是用这个 用这个当成个支点 去跟蓝营对抗 可是黄国昌不是讲吗 我这个叫做再修正动议 要不然我看我们家 这个图上面说 立法院职权行事法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对照表 上面有个再修正动议 他说再修正动议 本来就是当天 从来没有人一开就谈 大家都知道 李明镜党当天斗了 四十几个再修正动议 也是这么干的啊 而且问题是这些所谓的 这个所谓程序的 这个里面内容来说 都没有经过 逐条逐条的讨论 就是大家完全都不知道 尤其是因为这个法案 是牵扯到国会 自己本身的法案的时候 更应该要小心谨慎 来处理这些事情 否则你看 现在目前为止 因为这个争议性非常非常大 尤其是你自己扩权的时候 你有没有完全的讨论过 然后所有的法条都界定的 不清不楚的状况之下 当然这明天我认为说 一定会朝野互相开杠 好 后辰 你是我们这里面 等于说立法院跑最久的 对立法院的生态最熟悉的 我现在完全搞不懂 他们昨天 比如说我在立法院的网站上面 有二十八个版本 今天国民党跟民众党也都讲 我都公开啦 我公开透明啦 我都已经公开了 我没有什么黑漆 可是最终 他真的讨论的版本 并不在立法院网站上的二十八版本 而是黄国昌跟国民党 最后那个晚上 那个早上才出来的版本吗 因为他的版本 每个人的版本南辕北辙 所以呢 他在委员会的时候 他等于就整包裹 全部丢到 丢到 丢到朝野互相去 丢到朝野互相又没开成 又没有结论 那最后的状况是 前一天的时候 国民党的 就是民众党跟国民党 两个去版 因为二十八个版本 南辕北辙我怎么表决 所以我要去整合 这一个版本 以往的话 其实立法院通常是 朝野互相去决定 即便哪些东西 大家没争议 我们就写好 要表决的用哪几个去表 也会在朝野互相 但是因为他这前面都没有 所以呢 国民党跟民众党 好在这边争议的是 国民党或是民众党 那你今天是民进党 完全在拖延啊 你民进党今天 在这个所谓的委员会里面 你发了 你开了四十几个 散会动议根本没有讨论 你今天到了 这个所谓的朝野协商 你就是来吵架的啊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谈啊 不是 我觉得说 这个当然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是事实 但是你国民党 回过头来讲 你今天如果你这个版本 是在委员会就整合好 大家是不是在委员会就看过了 我刚刚讲 为什么会变成 是黄国昌跟国民党版 因为委员会出来的 是二十八个版本 对不对 没有这个 然后呢 朝野协商没开成 最后你们两个 协商完 整合了一个版本 好 那我就照这个版本来表决 问题是 立法院委员会没有 朝野协商没有 那立法院怎么办 你印这个报告 没办法印报告 没办法印嘛 你们两个随便拿上指出来 就说这个答案 印给大家做表决资料 不可能嘛 所以他的状况是 开会的当天 国民党的立委 手上有这一份东西 但是立法院 一事处提供的 还是原本旧的 多案并程的 那一个 28个版本 的一个表 那国民党立委手上有 然后他们稍晚 他们也有传给 国会记者说 你们手上有这个 但是之前 没有人知道说 你final这个东西 长成什么样子 那我今天讲 你国民党 如果今天程序是反过来 你早早把这个东西整合好 在委员会的时候 拿这个东西出来讨论 即便民进党说反对 即便赛会动议 大家也看到 这个东西长成什么样子嘛 而且我也必须要讲 国民党最后 他们修正出来这个东西 的确比原本的版本 好很多 原本话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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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 所以你第一说 前面的28个版本 说得非常的粗糙 根本没有这个 什么的清除 没有这个一致的逻辑性 最后整合出来 当你觉得比较好 那问题是 大家就抓了 你的程序有问题啊 你程序有问题嘛 而且讲一说 到现在为止 比如说藐视国会 因为还没表决嘛 民进党还是觉得说 你藐视国会要判刑 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你看他后来 修正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比如说你在委员会做 做伪证 那这个他会排 一年以下或罚金 那这个就不像原本 因为藐视国会 很空泛啊 你说藐视国会 你要最后去判刑 那很空泛嘛 那其他的东西 他都是用罚金 那罚金的话 因为四至五八五号 都已经给你了 这时候就告诉你说 他如果不来 如何如何 你可以罚钱 在五八五号 所以他最后 大法官视线已经有了 所以他最后这个版本 其实是相对 合理多的 如果你国民党一开始拿出来 是这个版本的话 可能就不会引发 那么多争议 可是你在前面的时候 你是漫天叫价 落地还钱 喊得乱七八糟 结果到最后 你看你改出来是这样 然后你看在看委员会的时候 大家都说黄国昌 是富水组织 对不对 你看最后结果 对不起 是国民党听黄国昌的 黄国昌 所以你说这一套戏码 我们本来看到 富坤齐去拍黄国昌的头 那为什么黄国昌可以接受 搞了半天 是富坤齐给了黄国昌一个 所谓的空白支票 让黄国昌可以玩这一局 让黄国昌可以主导所有的东西 所以搞了半天 富坤齐其实是个草包 他给我搞不清楚 他是跟着黄国昌走的 黄国昌那里有一个名声 有一个舞台嘛 你看富坤 副委员带着大家在冲上 实际上这套东西 其实是黄国昌要的 我讲说 这个会其实最早喊 喊国会改革是谁 是民众党 黄国昌喊完之后 富坤齐加码 喊了一大堆 问题是我讲句实话 以国民党现在的状况 给你这套国会改革东西 你会玩吗 是你需要的吗 他不需要吗 我觉得他根本不需要 因为你现在的东西 就已经玩不够了 他富坤齐只会表决而已 你要这东西干嘛 这东西是黄国昌需要的 黄国昌想要的 只有你国民党立委 在那边冲在那边打 是帮黄国昌开路 是黄国昌要的东西 我就讲礼拜五那天好了 礼拜五那天的时候 韩国瑜不是讲说 我们开会开到六点 谁反对 黄国昌反对 民众党提案说 我们开到完为止 到底是 你现在告诉我说 到底是富坤齐 是黄国昌的小弟 还是黄国昌是富坤齐的小弟 你完全看法不一样 其实是这样子啊 因为这东西 从头到尾都是黄国昌要的 富坤齐只需要一个名 你看我现在带着国民党冲杀的 感觉很棒 问题是 你中间引发了那么多争议 到现在为止很多事情说不清 而且讲白了 富坤齐跟黄国昌两个 一个是要斗客户界 每一个是要斗韩国瑜 对不对 你看表决那天 富坤齐站在 韩国瑜旁边 对不对 我是老大 而且你看到 那天 你办了一个临时的朝野协商 你看到富坤齐对 韩国瑜 是我一直在指责你 我一直在攻击你 而且我还帮我指责 攻击韩国瑜的影片 全部把它剪成短片 然后全部 放到深蓝的社团里面 就是我吓着你在表决 我管你韩国瑜要不要 对不对 我人数多 我表决下去 你给我上去组织 你给我上去消水 不管场面怎么样 我就讲 王洪威不是 丢出了那个 议场后面被包围的影片吗 我就问嘛 你那时候正常来讲 你要去表决 很简单 你要把争议处理好 你要把院长的人身安全处理好 你国民党那时候 只剩下那几个女的 谁 谁 你要谁要去帮 所以你说富坤齐 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该做的东西 都没有帮他做啦 你就是 你不是一个在尊重院长 你觉得说你就是活该 你就是天津地 该帮我敲嘴嘛 所以我该帮你做 也没有做嘛 所以富坤齐在利用韩国瑜 我觉得他就是在斗韩国瑜啊 讲些实在话 你今天来讲 这个 这一套法案的东西 你国民党自己的社会对话 有没有做 也没有做啊 造成这么大的争议 今天如果不是 陈庆辉被中嘉宾弄了一下 你国民党在今天 今天这个意识冲突上面 你可能还占不到便宜 大家舆论可能不会站在你这一边 好 宇雪 而且搞了半天 这棒打老虎鸡之中 这个我就搞不懂了 今天弄了这么麻烦 后来跟你讲的 今天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都去问黄国昌 不是你国民党要提的吗 结果是这样 喊出最高机密的是黄国昌 他说最后在润稿的 也是黄国昌 按照受后子讲的 我今天的这个所谓的润稿 弄完了以后 是富坤齐买单 宝兰哥你就知道 为什么黄国昌要给 这个富坤齐摸头 拍头拍了没关系 因为老大还是我 我坦白讲 你今天去问富坤齐 包括今天我们所有 送记里面的版本跟条文 这些细节跟内容 到底最终版本是哪一个 我们不讨论他到底 是不是公开透明的 请问富坤齐知不知道 他不知道吗 他不知道嘛 蛤 对宝兰哥你要是这样 这多可怕 三军 主帅无能 泪死三军 他不是无能 他居然是无知 我带着大家 往前冲 就你往哪冲 你要冲什么 你要得到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 对宝兰哥 所以我讲 这很清楚 我讲一个道理 各位都懂了 今天去到一间餐厅 富坤齐是什么 第一个负责买单的 第二个老兄弟来帮忙威叔的 结果菜是谁点的 菜单是谁下的 全部都是黄国昌 那请问一下 到底谁才是大哥 当然是黄国昌才是大哥啊 所以最后final的档案 真的是黄国昌为主吗 所以各位 不是52加2加8 是8加54 那54票是跟在那8票了嘛 因为我黄国昌一个人 主导整个议案的流程 跟议案的过程嘛 审议过程我们不谈嘛 难怪这个案子的fighter 是黄国昌 这个案子开始在 开始没跟人家吵架的 也是黄国昌 搞了半天 为什么黄国昌 就描摸一下 那国民党在干什么 崔宝要跟你讲话 一个重点 黄国昌叫以小不大 我今天只是一个 小小八党 民众党的总招 但我可以透过 所有的法案 未来一旦通过之后 我写的 我定的 我规范的 要求整个所有立法院 113位委员造范 所以你说今天 这个头拍两下 屁股给他拍下去 黄国昌都没问题 都没毛病嘛 为什么 因为你傅昆琪当公大头 去买单嘛 但是我们要回归到目的性 我就懂了 为什么傅昆琪要当公大头 因为理由很简单 你如果了解傅昆琪 这个人的个性就知道 傅昆琪 他是不是名声 臭名远播在外 对不对 大家个人不这样认为 你知道傅昆琪 最要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要面子 他最在乎他的名解 缺什么要什么 他最要他的名解 所以对于傅昆琪 今天表面上 各位我们账面上来看他什么 大总招 叫黄国昌 本地儿 你去哪 你就去哪 要你去哪 我这个人想尽荣华富贵 想尽我的面子 但请问一下 他有没有得到理子 乖的哥 他里面要通过什么都不知道 他哪有什么理子啊 他有面子嘛 那你黄国昌有什么 黄国昌有理子啊 我今天一个小党八票 以小不大 我可以把所有的法案 在我的翻云覆语状下 全部为我所控 都是我所定定的 顶多就是一个翁晓琳来跟我抬杠 那我这样讲这个局面 你就懂了 一个翁晓琳跟一个黄国昌 你觉得最后拍板 final的会是谁 黄国昌 当然是黄国昌嘛 翁晓琳只是 尽 我讲告知义务 黄国昌告知你这个义务 但我们讲完了 那个蓝白之间的组合 是这样 那我请问一下 蓝白这样凑起来 他们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当中有一个 很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个东西才能成局哦 我们刚才一直讲黑箱 一直讲炒尾邪香 一直讲 为什么要直接出尾对不对 但少了一个人 这些事情都办不到 你知道这个人叫谁吗 谁 柯建民 你没有柯建民 这个双簧是唱不起来的 好不好 一个铜板敲不响 我问一下哦 如果不是柯建民在文会 冗长发言 摆烂 反正我就是什么都不要 寸土不让 有办法直接交付吗 所以你说 柯建民跟傅晓琦 两个在唱双簧 一个铜板敲不响 我直接跟各位讲白话文 柯建民傅晓琦都在司法法治 如果今天柯建民坐下来说 好 我们今天这个条人来审查 柯建民说 好啊 这几条我可以 但这几条我们可不可以再讨论 保险哥请问一下 会不会直接复委 直接出委 不会 但不会嘛 就变得有讨论空间嘛 所以就是因为柯建民 扮演坏人这个角色 这个我们大家都公开直播 看得很清楚啊 请问在我们讲的 朝野协商 大庙那时候 有没有 把韩国瑜绑进去的时候 柯建民那个像是 有要谈的意思吗 没有 说够 盘谷开天 女娲补天 开始从谷讲到金 就跟你瞎唬烂 全部都乱承通 所以你说柯建民搞了一个 就是我来破绝的 我来踢管的 我是把碗给砸破的 因为你把碗给砸破 你就给了傅昆琦一个 胡作非为的空间 老柯就是闹嘛 你傅昆琦就是骂嘛 那最后他们讲的 就两个字 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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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请问一旦走路表决的时候 韩国瑜变得什么 没有角色了 他就只能 立法院组织法第16条 请问现在委员开始表决 时间一分钟 就每天只能念这个 他一整天过来 你去掉没有利益 没有用的朝野协商 韩国瑜一整天 都在念这种东西 完全没有作用 所以理由很简单嘛 傅昆琦 借由这部棋 可以干嘛 让韩国瑜 物以附加的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让他的空间线缩到 根本没有任何存在价值 而黄国昌得了理智 甚至连朱立伦 都在这时候 踹上一脚 这我们新北的 你就看 这三个人唱的这一部大戏 最后会把谁给玩死 好 候逞 干掌的柯建民 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因为你长期跑立法院 我才知道说 原来今天国民党 搞了很多东西 包括我这个所谓的挑灯业 在我在这个所谓的 立法院的门口守着 还有我今天这个包裹表决 我今天强渡官山 搞了半天 都是柯建民以前 干过的好事 因为 因为赖青人就讲说 立法院国会 什么程序不正义 我讲 这些程序都是民党 以前八年改的 之前我们跑立法院的时候 哪有长成这个样子 不是这样的 你说现在看到很多东西 是柯建民干出来的 以前我们 保卫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看到 朝野冲突的时候 大家都什么 第一次言之间 急在门口 急在门口干嘛 冲主席台 对不对 要去保护主席台 去保护主席台 要去冲主席台 冲主席台 就是第一次言之间 只有战武主席台 哪有在那边 三天两夜挑战夜战 对 那时候为什么 就是民营党 民营党人多的时候 柯建民便宜心事嘛 原本表决是 一案从远到去 开始表决 什么叫远 就是说 你变动最大 比如说我认为这个东西 要判两年 认为判三年 三年是比较远 永远到去表决 表决到哪一个通过后 表决到全部否决完 他们都觉得案子 太多太麻烦了 对不对 他就把它改成说 谁先递案先表决 谁的案子先送去 先表决 所以开始排队嘛 然后排队之后呢 然后排队之后 你记得那时候前瞻的时候 还包裹 一次把几千个案子全部打掉 这个案子我不处理了 那时候王静明还跳出来说 一次不二一次 不是你们这样讲的 大家记得这件事情 然后 他们那时候还玩什么偷吃步 好 大家都先送案先表决 对不对 先送案先表决 那大家就排队送案 你每次都这样玩 就国民党去排了之后 他开后门 开后门 他开后门 从后门冲进来 所以后来在输家全时代 还定了一个曹理想 他讲说以后就是 早上七点 只能开前门 从前门这个地方进去 所以他才在前门排队 他在前门排队才是三 所以 为什么 所以柯建平什么 那三不都敢用 为什么王美会 那时候 王美会就跟警卫发生冲突 因为 他就规定你们 七点钟 人家排了那个地方 人家要先进去嘛 他那时候想要冲警卫 就可以讲说 人家这排的 人家要先送案的 你这时候要冲 但王美会其实是要冲 冲议长 但问题是 你规矩就长成这个样子啊 所以你就想说 一个立委为了一个表决 居然要排三天两天 去送案 这什么国会改革 你们要改国会改革 所以这都是柯建平的点子 都是柯建平当时干的事情嘛 那你要 你就把这东西先改过来 我觉得国民党今天要做 你先把这东西改过来吧 不杀不识不倫辱 不类的意识规则不改 意识恶力不改 然后在那边 在那边修一堆民众 看不懂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第一个他们一定要先去做 对 然后在 你既然是国会改革 其实你在委会的时候 你就好好省嘛 你为什么要整包去丢 丢草野钱 然后我就看不懂 就是你在急什么 其实你在那地方好好讨论 你在急什么 你在急什么 又不是 没有什么见不得 以前是什么 以前都是执政党 执政党因为总统急着要过 那个案子都不好看 所以呢 大家拼得懵 都丢到草野钱去 大家都看不到 你现在国民党也不是 你又不是执政党 你在急什么 你为什么所有东西 都要丢到草野钱去 丢到草野钱去 也不认真开 也不认真开草野鞋 理论上来讲 今天在讲草野鞋商 他草野鞋商都没有找韩国瑜开 他是说我们自己开 什么 他没有找韩国瑜开 他说我们自己开 没找韩国瑜开 他说我们也 我觉得 富贵琪这个太恶劣了 我在这个草野鞋商的时候 我把韩国瑜架开 我把韩国瑜架空之后呢 出了市以后 韩国瑜两个负责任 叫韩国瑜出来插屁股 叫韩国瑜找去鞋商 就很恶劣啊 韩国瑜有比大家早拿到版本吗 没有吗 差不多啦 我跟妳讲 因为版本没出来嘛 韩国瑜是要找到哪里去 而且今天来讲 没有人叫你协商 你是韩国瑜可以修里面搬个资吗 不能吗 不可能啊 院长怎么去修 院长自己提修的东西 那个人会看着 所以没有 你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你国民党在做这件事情 你打着国会改革的旗号 可是你很多应该做的 我觉得应该还好做 应该还好透明的 都没有做好 而且最后对一般民众来讲 最荒谬的说 你们口口声说要国会改革 最后是大打一架通过法案 这不是最荒谬啊 最原始的方法 然后去达成所谓的国会改革的目标 一般民众看了 当然就觉得说 没有你现在就做什么 好 那雨萱 刚才讲 我没有想到 他是这样子对待韩国瑜的 而且还有一个是 他在急什么 对吧 刚才讲到重点 我们先谈第一个 到底在急什么 我给各位一个概念 今天不是说国会改革无法不重要 国会改革无法当然重要 但请问一下 如果517那天 全部案子审完了 又或是到了明天521 又或是我们再到这个礼拜五 再到下个礼拜二再审完 把这个请问一下 他就效力而言 会不会有实质上差异 没有差异吗 完全没差异 因为他要订落实条款 你今天他要订说 我到几月几号的时候 开始正式试用 开始生效嘛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差这前后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 会不会有差 所以你说为什么要急着 5月17号 要做这个政党大对决 因为你现在62票在手 这个我们确定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委员会 就算逐条审查 就算委员会直接出位 那请问一下 对于最后的胜败 会不会有影响 不会有影响 因为还是你国民两党 国宋两党 两个人决定说了算啊 所以这个只是过场 票不票的问题嘛 但现在怪是怪是哪里 为什么要急在 第一个517这个东西 一定要送过 因为只有一个理由啊 只有一个理由啊 因为520总统就职 给赖清德难看 所以赖清德直接就回敬 他就已经喊了哦 开绿灯打了 这让你拍看嘛 不过你做件事 就让你拍看嘛 再第二件事情 请问一下 在这次当中 柯建民会不会有这个角色 当然有啊 我们刚才一直戏处到 如果没有柯建民 当那个坏人 他是没有办法 直接出伪的哦 因为 不正义 难看 今天就是要有一个 无限杯葛 没有打算跟你谈的柯建民 这场戏才唱得成 对不对 所以柯建民在当中 也要给赖清德拍看 这才是最重要的嘛 你说什么 柯建民也要给赖清德拍看嘛 怎么可能 那法头保人 跟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 当天是不是我们讲 所有犯赖系立委 大家亲自的往前冲 那请问一下 这时候柯建民在台下干嘛 散步 聊天 所有民进党立委 压着暗兵不动 无私咬出一张嘴 你以为他体力特别好 到了晚上12点 还可以在那边 抗议抗议 还可以屁屁屁 他根本没有参与武斗啊 这些人作弊上官嘛 舞动的人都到台大医院去了 他们如果真的要为了 让赖清德好看 那请问一下 民进党是不是全党动员 但应该每个人 大家都很激烈啊 大家都打人 你死我活啊 怎么会不是只有犯赖系 郭国文 邱志伟 中嘉宾 这些人在冲 再来 傅昆吉做的最过分 你知道什么吗 他把朝野对立到 一踏糊涂之后 对不对 蓝绿二翼螺旋 对立的时候 在朝野鞋上 知道他干嘛 他说 韩院长啊 我跟你讲 你也有责任啊 你那种叫软土生捷 你怎么会让这样做 这是你的错啊 将军韩国瑜 他把所有锅都甩到韩国瑜身上 甩过韩国瑜 韩国瑜想说 我拜托一下好不好 我连我到底现在在表决什么 我到底要写上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什么东西都打给我 你怎么可以就这样 全部东西都怪给我嘛 但我坦白讲啊 各位 这两个案子 不管你说国众两党 所联合推出来的案件 基本上来讲 对于韩国瑜而言 他现在变得没有选择 你知道什么叫没有选择吗 第一 这个案件 我也不清楚 我也不明白 第二 再来 送进来之后 等于就说协商 民进党会说什么 你院长 对不对 他开始在高难过了 国民党会说 你韩国瑜是软 没有这个没有guts 印不起来 那请问不协商 你讲到一个关键 柯建民早就可以试住 可是他发现 这个到了礼拜五 已经打了 礼拜五打了 礼拜二已经烙朗了 烙朗大家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这个时候柯建民 才开始放软说 如果你愿意协商休息的话 我愿意跟你道歉 如果今天柯建民这句话 早半个月讲 就没有这些事了 永远不要相信柯建民 对 保雅哥这玩虚的嘛 我这一讲坦白了啦 各位 现在这个局面 你蒙心四论 你是民进党支持者 对不对 我今天跟你讲说 还要这个进行协商 然后让步一下 请问你有办法接受吗 当然不可能 不可能啦 半条都没有给你过 那请问一下 你今天是 不是所以 这些人好坏哦 对那你是国民党支持者 保雅哥我们刚才讨论那么多 请问一下 没得退了 他们在不在乎透明 他们在不在乎透明 国民党真的管你咧 我就是要过 我气死了 所以请问一下 蓝绿到这种局面 没有退路了 对啊 你两边都退乎可退啊 不管是山柜 不管是赖心德 这种烂摊子 被柯建民 所以傅昆奇 黄国昌跟柯建民 搞得天下大乱 对 所以他故意用黑箱 故意给民进党一个明目 然后故意在那边打架 大家打得一塌糊涂 乱七八糟 留了一个烂摊子 最后 谁变得大胃 傅昆奇变得大胃 英派抬头 何建民变得大胃 英派抬头 结果呢 把总统 把院长 今天在授应的那两个人 通通牵着鼻子走 不是 你长久保商业新会 有个我搞不懂 就是 当所谓的藐视国会 最出来了以后 之前 民进党抓了一个说什么 欧洲商会里面 有一篇文章 他们对于台湾 现在要搞这个藐视 国会觉得很紧张 是说 如果你今天国会 要对我要什么资料 我不给 那我会不会来扯上一个很大的麻烦 大家真的外商会在乎这件事情吗 对 外商现在在乎的就是台湾 会不会走向像美国一样 把抖音叫上了国会 然后进行所谓的听证跟调查 尤其是很多人 现在对于中国企业在台湾 进行所有的业务都很有兴趣 可是这件事情 当然是有国安可以讨论的 可是很多外商就担心 那如果你引用这个条文 有调查权跟藐视国会罪 要我交财报 要我交客户的名单 那这怎么办 所以很多企业就会担心 真的会担心 会不会衍生到 你是不是要把我客户的机密的资料 都交到国会去调查 就像我要你抖音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你可以对抖音这样 可是你可以对台积电这样 你可以对其他欧洲的 例如做风电业者 尤其风电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题目 这也是例如光电弊案 跟风电这些相关的 很多都是私募基金在台湾 那这是不是也有调查权 这也是大家会去想象 可是不是讲欧洲商会只是某一个撰稿人 这个撰稿人只是把各种不同的意见给放进来 而且这个 他讲说不代表欧洲商会的立场 当然这个因为 这个法案大家还没看到完整的条文 或者是立法院出来会怎么样 可是这会引起恐慌事 那台湾未来会走向这个吗 那我们是不是已经有所谓的调查权 我们其他的 其他的有法院 那妨碍秘密罪 这个是不是也在立法院可以讨论吗 这也就变成是很多企业是担心的问题 当然整个立法院现在变成黑箱的时候 那企业看得不啥啥 那这个也会变成大家说 那立法院未来这个是不是好好的先 好好的赢 让社会大众说 知道你是怎么修法怎么讨论的 那这还比较重要 而不是一口气就要过关 那当然企业最怕的就是 你是黑箱作业过关 那是对他们最怕的 当然讲 现在大家就会问我现在在吵什么 我现在在闹什么 我到底现在在谈什么 我刚刚讲的 我现在国会有五个权利 刚刚讲我有听政权 我有调查权 甚至要藐视国会 他到底内容在谈什么 他现在这次 这次大家主要吵的 第一个就是总统的国情报告 到底要不要固定化 要不要急问急答 那这个条文已经过了 就是固定化急问急答 这两个条文 二度已经过了 再来大概就是藐视国会 听政调查 大概不外是这样 那听政调查权是45号 585号给 那个时候就有 但是他原本的时候是漫天叫价 但是你看他最后 就是我刚刚讲的 民众党和国民党 整合了这个版本 看起来是收敛的多 就是说他对于司法权 因为到底那个 其实他现在定完之后 到底什么形式 还是不是很确定 但是他最起码 对于司法权跟监察权的部分 他有一定的尊重 就是说你们已经要调查了 那我就拿副本 是吗 我就拿副本 可是我拿副本 难道也不会知道你的内容吗 不是 因为你司法权 你已经在调查 就是说我可以跟 我要行政机关拿副本 我不是拿监察院 那是司法院的副本 法院你怎么调查 那是你法院的行政 那个是绝对不能调的 监察院也是你监察院 对因为之前有一个争议 就是说 今天如果立法院 要行使调查权 而这个调查权 目前也是一个 包括 这个检调单位 或者已经进到 司法程序的这个问题 包括刚刚讲的 你已经去调了 东阳你去查人家的东西了 或者你今天高端 有什么什么内容 你已经在 正义在谈了以后 立法院可不可以去把 检察官要的东西 拿到口袋 之前是讲说 连你调查的司法的部分 我都可以 现在已经把这个切开了 也就是当 这个是司法调查的部分 立法院是不能碰的 你司法调查 检察官的行政 检察官掉哪一东西 那是检察官的东西 你不能说 给我来一份一模一样 不是 所以不可能 检察官有的 我也要有 对 你不可以这样子 但是你要调的东西 你自己去调 因为本来就是这样 法律的责任归法律责任 你这边还是有政治责任 行政责任可以查 所以并不是说 他有的你都 你都完全不能碰 对 这里切开了 我觉得他这里是切开的 最起码比原本 那种漫天喊假的状况 来得好得多 再来一个就藐视国会 原本的状况 他们什么漫天喊假 什么要判刑三年 什么东西的 就听起来很不确定 那他现在收敛到什么 比如说你在立法院 基本上他就是反质询 藐视国会有一个词 但是他已经不像原本的 那个状况那么强烈 反正就是主席跟你讲说 你这样不对 讲了之后 跟你致死之后 你还是继续犯 或者在立法院说谎 之类的 那他就委员提案之后 经过立法院院会同意 立法院院会同意 然后就可以罚2万到20万 那你当然你如果不服 你就去跟法院抗告 因为最后还是法院做裁决 那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可是有人就直接说 为什么不可以反质询呢 如果你今天有本事 他在两边来辩论啊 因为质询是立法委员的权利嘛 你是来这个地方是背询的嘛 所以基本上来讲 当然什么叫反质询 这个东西当然可以阿估 但是反正他最后的标准是说 主席认为你这个状况不合适 那你就要听主席的 然后呢 不管是委员会也好 还是院会也好 反正最后都要院会通过 那这边还有一个 就是刚刚讲到 听证调查这一部分 对一般民众的 那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感觉很恐怖 那他最后的状况是说 你如果不来或你不配合的话 会罚一到十万 但是我觉得台湾不是美国那一个制度 所以大家也不用想到 因为美国那个是委员会中心 subcommunity subcommunity就委员会底下的个别委员会 去做调查他们权力很大 那台湾要走到那一步还很远 我目前看起来 台湾会用的是什么 你跟政府机关有弊案 那我就跟你讲说 你把东西 你把这个相关的东西 应该要给我 台湾没有那个长臂管辖权 所以你说 要搞到说像美国那样 什么抖音那个 我觉得远 像我们比如说 大家指引你这个所谓的高端 这个疫苗 你到底买多少钱 买多贵了 我可以真的要你的合约来看看吗 如果你高端是跟政府签的约 我跟你要有过分吗 对 但我跟你要高端财报 起个某个程度来讲 而且这个是民进党以前的主张 我本来也认为你要有调查权 你要有听证权 你本来国会就应该要壮大 你不能变成了一个所谓的 行政院的立法权 那个东西你对你整个国家 并不就是好事 可是国家就把这个东西切开来 我觉得我当然支持啊 你不要扩权到太离谱 比如我刚刚讲高端的 我跟你要合约 这个不过分 我又跟你要财报 你当然就 而且最后这个东西有没有成立 还是法院判定 一样就是说 你对这个不服 你就去立法院 那所谓的最后有行责的部分 它现在变成什么 只剩下就是说 官员在立法院职讯的时候 说谎 或说你在立法院的听证做伪证 你说这最新版本是这样 最新版本是这样 这个有一年以下 那我觉得他这个线说完之后的东西 听起来就远比原本那个漫天汗价 来得 比那28个版本好多 来得合理多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 其实绝大多数 跟民众党原本的版本比较接近 民众党这次提的东西 都比较温和 所以我就说 你最后国民党的 在那边打打杀杀杀 最后是替黄国昌作戒 宇轩 现在另外一个注意点是 我觉得民众党的内部 出现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他们昨天不是在民进党中央党部 也就是在北平东路里面办个活动吗 我不去争执说 你到底是八千人 八万人 多少人 无所谓 可是你的YT上面的直播数字 是非常敏感的 直播的数字敏感里面 是刚刚讲的 高点居然在馆场 高点居然在黄国昌 居然到了阿伯的时候 整个腰斩了 不是啊 宝刘哥 他们这个原本叫做草根行动啦 我名字取错了嘛 他就要变成是冲头行动了 黄国昌 冲头 黄阿桃 黄国昌作头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第一 大家都拿冲 对啊 理论上讲现场应该是要人手小草吧 就不是 全部跑到现场 他们号称有八千人 警察调查出来大概五千人左右 结果五千人里面呢 你说警察局失准了 被打脸了 警察局说只有一千人 没有四千人都拿冲 就是各位看到了 所以这个也没说错嘛 小草确实只有一千人 小草呢 就一千人啊 小草没了变冲了 对嘛 就四千人都是为了黄国昌而来 你说雨萱你乱讲 我们讲线上线下好不好 线下这个东西不好说 动机这个难讲 线上总骗不了人 跟各位讲 他整个流量是这样 原本呢 大概六万七万八万 结果一路冲到了高峰 这个总骗不了人吧 宝刘哥 你知道到黄国昌的时候 他能够到多少 到了十万人 相信最高峰快要十万人 而且我们还算主频哦 加加减减 有一些旁边的乱七八糟的流量 称起来搞不好超过十万人哦 但怪异的事情来了 你说到底这场是国冲的行动 是冲头行动 还是草根行动 结果宝刘哥你知道 一路到了柯文哲之后 流量跌到什么水平 只剩两万九 我再讲一次 从十万变两万九 十万人变两万九 而且我在现场全程观看的哦 我手机这样一直看的哦 他是怎样 十万 八万 然后六万 然后五万 然后开始小草开始崩溃了 怎么可能 问问阿伯不会输 为什么到吗 阿伯 有样都疯了 上面不是讲吗 有人作弊 有人作手 有人在做这个所谓的限量措施 限流啦 有人限流啦 但我坦白讲 第一个啦 十万人掉到两万九千人 你说限流都在 一般人被踢掉他会干嘛 很紧张 阿伯讲话很重要 我马上再点回来 所以流量应该要爬回来嘛 对不对 他应该马上爬回来嘛 结果没有 也爬不回来 就大概三万四万 在那里糕啊糕啊糕 柯文就在那里糕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保雲哥 你说限流限流 我倒觉得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 这个十万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不 今天这个十万人 到底是真的假的 以柯文哲现在的人气 以他的妄度 就算加上皇国上的加持 有办法拉到十万人吗 我打上个问号耶 会不会是柯文哲 或者是民众党自己灌水 灌到碰烘被人家俩包 才瞬间消耗 我也可以这样合理怀疑啊 因为现在民众党的论述是说 哎呀 一定是这个唐公公 唐凤出手了 唐凤去限流我们 我讲白了 谁在乎你啊 你柯文哲现在哪有那么重要啊 没人在乎嘛 会不会是你自己弄出包 不知道 但你从昨天就这个场子 最后结束的信信懒 到柯文哲今天的表情 这个叫一览无疑 保雲哥今天柯文哲 柯文哲今天就参加了总统的就职大典 你说今天 他的从头到尾的表情耐人寻味 首先柯文哲今天旁边围绕着两个人 一个人叫做王婉玉 你可以仔细注意到 柯文哲遇到这个王婉玉 有被拍摄到镜头 有说又有笑 你说话话很多 然后很多时候阿伯是会讨论说 你这官司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帮我处理一下好不好 我们在野大团结 不知道在聊什么 但柯文哲后面 还有一个人 更重要的人 但是他却竭尽所能的 跟他撇清关系 眼神不敢交流 你猜猜看谁 因为高宏安 高宏安坐他后面 结果柯文哲 完全跟他临接触 甚至自拍的时候 那个画面更好笑 宝玉 你知道干嘛吗 高宏安拿着手机说 我要跟阿伯自拍 对不对 然后旁边还有另外一个 新竹县长杨文科 就你知道阿伯做什么动作吗 一眼看都不他一眼 他说不要拍我 拜托不要拍到我 吓死了 我们被杀到圆圆 我们两个等一下一起进去土城寺友 不要 所以阿伯离他非常非常遥远 包括你看 高宏安可以跟蒋万安拍照 可以跟我们讲张善生拍照 但偏偏柯文哲对他是人眼旁观 理都不理他 非常的紧张 所以很显而易见的嘛 现在在柯文哲心头里面 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最担心的事情当然是 只要任何跟案件有关的事情 我都离得越远越好 他会怕的 那当然嘛 所以柯文哲现在吓死了 那另外一个人反了 意气风发是谁 黄国昌 哇 这一马当先 还做都不用做 然后冲在舞台上 站着 然后在那边 雄啾啾气昂昂的 然后旁边反而有一个人 人眼在旁观他 这个人是谁 你知道吗 林淑芬 林淑芬用那种鄙视的眼神 想说哇 竞争对手 来到现场了 要来跟我抢富光 抢美光 等等 所以柯文你就知道 现在在民众党 你从气势这件事情 政治的性 是骗不了人的 一个 你那猥起 你那猥猥猥猥 不敢看人 不敢哀声叹气的 一个雄啾啾气 连作者 哇 眼睛都喷出这个雄啾有神的 这个火神晶晶 你就知道 现在谁才是老大 所以 董事长 这个政治太现实了吧 刚刚讲到的 今天 柯文哲跟黄国章 你们都在办一个活动 以前你们动辄都是 十万 二十万 三十万的起跳 结果今天 梁淑芬讲的 现在在县上观察的人数 最高到了十万 怎么到了柯文哲的时候 只在二点九万 而且更好笑是什么 你知道吗 柯文哲走了以后 开始大和尚 大和尚 大家唱歌的时候 人又回来了 我昨天听了一个 民众党的好朋友跟我讲 说在十万八万七万 很多万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听说还有的IP 是从伊拉克来的 伊拉克 所以你也知道 所以这个东西 网络上有很多的 这个技巧跟花样 因为他这个 本来这个 民众党有一位 这个不分居立委 他就专门在经营TikTok 他们经营流量 对 这个流量是这样子 可是你这样讲我不懂 那如果是要经营流量 有人可以操作 那应该在阿伯 在柯文哲的时候 要冲到最高 那你只会说 那个冲到最高的时候 阿伯来了以后 你给他降到最低 你不是给阿伯难堪吗 不是 他的目标 昨天这个场面的 是谁 是谁的场面 谁场的 是黄国昌的场子 黄国昌的场子 主要动员是黄国昌 可是我现在不懂是 黄国昌现在夺权的味道 有这么强烈吗 民众做主 上面 阿伯没有穿 其他人全部都穿着 民众做主 而且拿着冲 阿伯 尸骨未寒 人还在现场 你居然就 场子都变我的了 对 这就是黄国昌的问题 他为什么不断地在 人员 不断地换政党 不断地爬墙跳棋 在这里 他曾经是小英男孩 到今天变成落魄成 这个被落魄成追随傅坤起 这已经很落魄了 他从深绿 跑到现在到深南 这光谱那么大 可是像黄国昌跟阿伯 真的有那种紧张关系了吗 阿伯的问题 应该这样讲 阿伯目前 他就是民众党党主席 他到 躺到土城去了 民众党还是他的 对不对 因为黄国昌 他今天 先参加不分区民党以后 才参加民众党 对 他跟民众党根本没有渊源 他盘不过来嘛 他民众党不认识他 他没有时间跟人家交往 他跟民众党一点关 所以他不要找馆长 昨天那个是黄国昌 跟馆长的场面 可是我把小草都变小冲了 还不行吗 那个就是 平常馆长他们在那边打电动 还有黄国昌的一些粉丝嘛 黄国昌如果粉丝那么强的话 那就选区立委就可以当选了嘛 对 为什么要当不分区干嘛 就不够力嘛 就很简单 黄国昌够力就不要今天在那边 在那边每天下跳棋 每天爬墙嘛 辛苦的不得了 我认为 也不用跟谁 追谁不亏起 对 这个很倒霉 那问题是坏在哪里 坏在今天以后 未来我估计两个礼拜内 就会看到台北地检署的扶小攻击了 董事长你说出大事了 现在从赖清德的就职演说中 你说居然美国出手了 不是赖清德的就职演说美国出手 应该反过来讲 就是克林 就是布林肯到了北京被忍弱嘛 对 然后到了普丁去被热忱的欢迎啊 那规格一高一低嘛 然后布林肯还跑去警告了习近平 对 有关他的国家补贴 有关他的产能过剩 对 有关他的兵工产业支持 原恶的这种 这种具体的犯罪事实 对 这些都是造成中美关系紧张 然后最新的紧张的高点在哪里 在我们拜登 突然间给发了一个行政命令 这关税多少钱 百分之百 百一百发的关税嘛 一百发关税之后 然后中共什么反应 中共也干回来了 波音也搞了 他两边先打了贸易战打起来了嘛 我本来觉得中共搞我没什么好讲 没什么了不起 我也不去那边 可是我觉得觉得我祖坟冒清烟了 我居然跟波音的总裁同等级了 对 世从也是 今天你们两个人出头了 为什么 赖金德帮你们报仇了 赖金德帮你们出了一口气 感谢赖总统啊 感恩戴德啊 我告诉你 今天事情大调了 从我讲一句话 两岸关系只有更坏 没有最坏 往下走 今天的调节 有这么严重吗 这个稿已经是翻脸的稿了 翻脸了 他已经讲了我们台湾的位置是第一岛链啊 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的重要性 我们是世界 我们台湾的未来是世界的未来 什么意思啊 打仗了嘛 台湾怎么 台湾未来怎么说变世界未来啦 我都不知道台湾 台湾未来就是台湾人自己安安静静过日子吧 不是台湾的未来影响到世界的未来 为什么 打仗才有可能嘛 这个牌 今天这个就职演说 非常有骨气 他说他是跟着什么蔡英文路线走 对 根本不是 这就是赖清德的路线 赖清德时代来临 可是以前蔡英文的四个坚持也有讲 两岸互不隶属啊 那跟我今天讲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是什么不一样呢 那个都不是重点 我把标题练给大家听 标题 我们民进党一看就懂 别人看不懂 我就要讲 他说 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新台湾 新台湾 赖清德今天要打造新台湾 你跑民进党 什么叫新台湾 那就是昨天以前的蔡英文的都是救台湾 新国家啦 新国家嘛 建立新国家建立新台湾 这是民进党的术语嘛 我一看 新台湾造出来 所以他不是延续蔡英文政权 他是打造赖清德路线 赖清德要打造新台湾路线 所以说很简单 今天北京的定位是什么 务实台独工作者 在整个文稿上出现了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 今天发表了就职演说 而这个就职演说表面上看起来 四名八位 但是刚刚看到了 吴总把我们解释说 这里面对于国家的主权 还有对于建立了一个新台湾 这是过去没有用过的字眼 而且这个过去是非常敏感的字眼 赖清德敢用代表他已经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而现在中美的冲突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紧张 难道美国希望台湾在中间扮演的角色 更加微妙吗 那现在不但是国际上的一个冲突 而在台湾的政党冲突里面 他今天特别谈到是 我们要用新思维来看待三党不过败 就代表着朝野政党各自分享自己的理念 可是关键来了 他特别谈到这两天的立会冲突 立法院的议事运作 应该要遵守程序正义 这个就是这两天 民进党强烈指责国民党的部分 另外一个他强调多数尊重少数 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他刻意停了下来 底下欢声雷动 我们知道以前 我们在讲这句话的都是 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尊重少数 可是他却把多数尊重少数放到了前面 明天大家都值得关注 因为礼拜五已经打成一团了 礼拜二更紧张的是 不但是在立法院动员 现在连外面的支持者都开始动员 当外面的支持者开始动员的时候 里面可能和谐吗 完全不可能和谐 虽然今天柯建民丢出了橄榄枝 可是那根本就是鳄鱼的眼泪 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明天整个立法院会打成整个状况 而这个互动的状况 会决定未来四年的朝野格局吗 好 这一段里面有两位来宾 加入讨论 第一位是 资深媒体人王热德瑞丁 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北市议员苗布亚 大家好 宇轩 你今天看到了赖清德的就职演说的时候 你就说民进党开绿的 民进党明天决定开大了 开大为什么开大 因为刚刚讲的 傅昆琦你刚刚讲的一个非常微妙的事 今天我从委员会送出去 我为什么急着在4月15号送出去 不顾一切的 这个所谓的压力 我4月15号出去 4月15号出去 一个月的冷冻期就是5月15号 然后我决定干嘛 我就是决定在5月17号 我要大打一架 我要在5月17号给民进党一个难开 这个时刻 黄国昌完全配合 黄国昌我们刚刚讲的 他的5月19号 在民进党中央党部的那个活动 是黄国昌举办的 黄国昌策动的 而且黄国昌昨天 那个颜色 那个动作 根本就是办西松米的 办那个伤势的 我一个是我5月17号 我给你赖清德难开 我5月19号 我在你家的门口 搞了一个非常不起立的一个动作 你说赖清德火大了 这中间没完没了了 对保安哥通常一般总统就任 不管是赖清德 不管是蔡英文 不管是李登辉 不管是陈水扁 他们第一任任期的时候 都想当一个东西 叫什么 全民总统 对全民总统 但今天赖清德这个叫什么 退无可退 因为你已经踩到我的红线了 今天我们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 傅昆吉在517 在立法院大打出手 民进党弄得头破血流 大家那是一堆挂彩 请问这个叫什么东西 给赖清德赖鞭嘛 这为什么是给赖清德赖鞭 当然吧 这是我今天 国民党跟民众党 我有我的国会的主张 我要有国会的尊严 我提出一个国会的改革法案 那有什么不对吗 我问一下 国会改革无法都对 听证调查权 请问一下 深受其害的会是谁 未来的行政官员 任志同一权深受其害是谁 未来的赖清德 以及他的行政院长卓龙泰 包括藐视国会罪 这些做法叫做立法院的扩权 而立法院的扩权 相对于行政院长叫做什么 限缩权力嘛 让你做小行的嘛 等于说你刚刚上任 我官都还没有开始做 你就已经开始给我穿小鞋了嘛 限缩我的权力 对嘛 而且我赶在520之前 对 我就是在520之前 给你送个大礼 帮你的脸洗干净 所以傅昆吉做这个动作 第一 赖清德有没有一开始忍下来 有 俗可忍 还忍下来哦 脸书的时候还发文 说程序不正义 但是还是希望草野能够和谐 等等等 但第二件事情 这个就不一样 黄国昌景 接着再做一个组合拳 519的时候 跑到你家 喜事商办 明明我520要办题数 对不对 宝德哥是这样什么 520我还要庆祝生日快乐 结果我519到你家干嘛 孝子枯木 好入北京 那种白的 用黑的做底 开始给你唱衰 白的黑的做底 对嘛 给你拉衰 然后给你一个赖清德 大大的看板 然后这个脸上的阴影 还特别明显 说你是芭蕾 说你不要再骗 再给你什么 给你难堪嘛 但保留哥 这两件事情 确实都是在不断的挑战赖清德底线 但你知道 为什么可以让赖清德说出来 各位这是关键话 他说 立法院的意识运作 应该要尊重 程序正义 此话 盐壁底下台上欢声一片 你会知道 赖总统要出手了 赖清德不仁了 赖总统要让立法院血流成尔了嘛 各位 再来你看到后面说 雨薛你都乱讲了 后面有说啊 多数尊重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啊 赖清德还说 后面还补一句希望朝野和谐啊 社会安定啊 所以他这个没有这么恶意啊 各位啊 你去看一下过去 是不是曾经赖清德在年少的时候 当立委的时候 他发生什么事情 被打 对不对 是不是有人在路上呢 还是跟人家指证说你掐拿开 被人家这个打 对不对 结果后来他还开一个记者会说 他要原谅这些人 他原谅之后 宝贝哥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 这些人被重判 全部被检察官重判 被郑明谦重判 所以不要相信赖清德讲好话 当时郑明谦 郑明谦是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 当时赖清德被打了以后 他本来想说我要原谅这些小孩子 这些人年少不知 结果郑明谦 怎么办 郑明谦现在当我们的法务部长的郑明谦 居然把这四个小孩子 又杀人为谁重办 对宝贝哥 所以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赖清德 赖清德是种个性 表面上跟你讲说 朝野要和谐 但前面最重要的是这个 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这是怎么办 下令什么 杀 给我打 血流成和 朝野和谐 血流成和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明天想令我给你开个绿灯了嘛 未来明天不管你要怎么弄 反正就是给我大鸣大放 那宝贝哥 不需要回来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想说 赖清德度量好小哦 这个人家给他洗四汤半 哎呀 人家给他洗脸 所以他就要处理他 宝贝哥你却是这样子吗 不是吗 有这可能吗 不可能 因为他这个牺牲掉的是什么 我的全民众在第一天就会破功哦 我就要往民进党这边偏哦 往540万票 我不当2350万票 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因为这两个人背后 都有共同一个 赖清德不能踩的红线 谁 北京两个字 我问一下傅昆琪他前一阵子跑到来 他们有北京 他带谁 你是假的 他不是带司机跟立委跑到北京去吗 那好巧不巧当傅昆琪回来之后 各位我问一下哦 国会改革法案很重要我也认同 我也觉得很好啊 那请问一下谁跟你讲一定要517通过的 谁 有人讲这句话吗 今天大家最不能理解是 你为什么非要517 你要非要517 所以你在整个所谓的程序 你在所有的委员会里面 你讨论都不讨论 你就非要强度关山 517是一个关键 是谁逼着你非要517的 对保陆哥而且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国会改革法案少来 为什么 1月10号你当选立委 对不对 2月1号你就开始运行 那个时候不管国民党 不管民众党 大家就一直在讲国会改革 国会改革 国会改革 对 好 就算你送案 就算你一个月冷冻期 请问一下 有没有办法在4月底 甚至5月初的时候 就开始进行这样的动作 可以吗 可以啊 那为什么要拖到517 那没有理由 没有道理嘛 唯一一个解释就是因为赖清德要上任了嘛 我一拍一拍嘛 对不对 各位 这是第一解释 那我太险了 我一直在关心说 傅昆琪的组合物到在哪里 就重点不在组合物 来来 各位 更巧妙的来 你看哦 傅昆琪跟柯文哲 竟然两个人会一口同声说 要不要相信赖总统啊 明天相信他 立法院就不会有冲突了哦 为什么 我们相信你给一次好不好 傅昆琪这个李文本 跟柯文哲那一种一模一样 他意思是说什么 跟柯文哲一模一样 叫板赖清德 对 他说赖清德 到底是你的意思 还是柯健民的意思 你讲清楚 他们再讲一句话 说到底这个立法院 是李的法司 还是柯健民的法司 他们在唱诸嘛 根本就不是温情含话 这是在给他一次难堪 在火上加油嘛 因为大家现在很清楚一件事情 蓝绿对垒 这个氛围如此的严重 哪有可能退 你这时候叫退 我跟你讲 哪一个民进党立委敢退 北哥退了 回去 现在国民党也没得退了 明天一定是血流成河啦 蓝绿都无言面对江东父老 保证血流成河 但他的起初点 我们讲 为什么傅昆吉这么着急 我们从一个点就可以看到 原本呢 这是他们讲 5月16号提出来的最终版本 那跟各位说声抱歉 因为还不是最终的 为什么 5月16号呢 他们提出来一个版本之后 结果黄国昌自己在直播 包括傅昆吉 自己也亲自讲说 5月17号到了晚上的时候 7点8点 我们才会最终拍板的定案 而这个final案 也就是傅昆吉跟黄国昌 两个人共同定出来的 有人这样子弄的 517要表决 就我到前一天晚上 516的时候 我才把法案相关的伸出来 然后里面的内容说 有啊 我有给你啊 他说表决定 他怎么给你吧 他说 有有有有 我到时候 我直接放在你委员的桌上 所以各位 来哦 包括倒霉的韩国瑜在内 他们是什么时候才知道 蓝白最终final v3的版本 是一路到了 5月17号早上的时候 然后放在桌上 你看 原來這是國眾的版本 你就知道這個東西 可是我們總要消化一下吧 對 為什麼各位需要消化你知道嗎 因為原本國眾版本 他們的確 他們是直接出委 就是說我直接送出委員會了 也不逐條審查了 因為柯建平一直在亂 好 這個我可以理解 但現在出現一個大問題 整個裡面 保健院長幾個版本嗎 28個版本 一下羅志強的 一下楊瓊英的 一下國民黨的 一下民眾黨的 一下黃國昌的版本 結果所有這些版本 我哪知道你28選1 我抽蠻合 你最後抽中哪一條 對 但早上7點才跟你講 早上7點才知道 但各位 有一個final版本 對 各位 你就說 可是民進黨以前 也常常這樣包鬼突襲 但是各位 這不是重點 你知道最重要的重點在哪裡嗎 這些版本是誰來決定的 這些版本是誰來決定的 黃國昌決定的 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你以為傅崑奇是大壞蛋是不是 不是 傅崑奇是大草包 為什麼 你現在趕快拿著這個新的版本 去問他說 這個傅崑奇委員 請問一下 為什麼這樣寫 藐視國會罪 請問一下我們的罰則是什麼 他可能跟你講 跟你保證 99.99999% 他不懂 他不知道 不是講說這個盲盒 這個所謂的最神秘的法案 就是在黑箱裡面 黑箱裡面只有兩個人 一個叫傅崑奇 一個叫黃國昌 搞了半天 傅崑奇不但在這個所謂的黑箱裡面 他眼睛也被蒙住了 對 我跟你講 傅崑奇 其實我們剛才講的 他好像望惡之手 然後這個北京的意思 但我坦白講 大草包就大草包 為什麼 他根本就搞不清楚內容啊 他要的只是什麼 他只是有個面子 你看 如果我們剛才介紹的那張圖有沒有 站在那個台上 雙手比出勝利 他就要那個照片 要那個畫面 為什麼 因為現在整個國會改革的 無法所有的法案 包括郭忠祐 他也只是陪襯而已 真正的主導性 真正的主體性 你現在去問這些藍白的委員 可能都沒人那麼清楚 都是黃國昌 只有黃國昌搞清楚 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難怪黃國昌那個直播 黃國昌直接出來fight 都是黃國昌 對 傅崑奇要面子 黃國昌的臉 來各位你看看 傅崑奇要什麼面子 哎呀 我國民黨死了 哎呦 站在主席台上 哎呦 他要這張照片 對對對 黃國昌不要面子 為什麼 黃國昌 哎呀 國昌乖 小黃乖 哎 頭髮 打下去 打下去 為什麼 因為他得到的禮子嘛 他是老大 所以如果 我要法案在我手上 所以如果 為了這個案件送進去 各位你知道可怕在哪裡嗎 可怕在於說 一個小黨 甚至不是一個小黨 是一個人 一個立法委員 113分之一 他就可以決定 所有未來的立委職權 113位的行使 甚至是影響到行政院 影響到未來整個賴清的那個 所有的運作跟規則跟更改 所以這才是最可怕的貓力的地方 好 不要 這兩天當然講 你就直接跟這個黃國昌校正 那黃國昌也開了一個直播說 哎 你講的都不對啊 那不對 我們講我們先不談那個所謂的花東的 那個所謂的高鐵 甚至是國會的這個五個行事 而且我都上網啊 是 我都上網的這個網上都有啊 那他說你不是講說那你早上才中去 那我那是修正動議啊 修正動議都是早上 沒有人是晚 沒有很多人都沒有前面的啦 是寶傑哥我告訴你啊 黃國昌不愧是康乃爾的法學博士啊 把這個會議規則裡面可以鑽的漏洞 真的是鑽的淋漓盡 你說他在鑽漏洞 鑽的淋漓盡 今天在節目上跟大家報告啊 過去我們在立法院看過很多規避審查 規避討論以及黑箱的 多數黨要來惡整少數黨的方法嘛 有很多招 我現在一招一招跟大家介紹 第一招就是 程序委員會擋案子 對不對 他說我就是 你是少數黨 我就把你的案子擋 六十幾次不讓你排進來 這一招在這一次國會法案有沒有用 有 有民進黨委員的版本在程序委員會就被擋了 第二招 程序委員會就算過關了之後 進到委員會裡面去呢 他怎麼樣呢 我排審我只排我藍白的案子 我不排你綠的案子 不給你病案 連讓你病案審查的機會都沒有 這一招這次有沒有用 有 第二招也用上了 第三招在國會裡面呢 委員會中心主義本來大家應該好好討論 但是他非常厲害哦 他指導這個司法法治委員會的趙委吳宗憲說 你就把條文念過去 然後你問大家有沒有意見 民進黨就舉手說 有 有意見之後呢 他說好 我們本條全部保留 送協商 院會協商 不給他討論啦 不給反對的意見 逐條上來發表說怎麼樣反對 也不給逐條的辯論 這招用上了 可是他們想說是民進黨一直在找查 民進黨沒有想要通過啊 這個他沒關係 再加來還有一招嘛 政黨協商的時候 他們又嫌政黨協商的時候 柯建民太囉嗦 他們又講柯建民怎麼講太多話了 沒關係 反正也不用整合也沒有協論 下一招就是直接送到院會去準備他表決 而送到院會的時候 就是剛才宇軒已經有跟大家介紹 最厲害的大招出現啦 直接前一天晚上生出一個新版出來 然後呢 隔天當天表決早上才把新版熱騰騰出爐拿出來之後 一口氣覆蓋掉過去28個版本 覆蓋掉 所以17號討論 剛剛講 之前你不是晚上做直播嗎 我今天在立保育的網站上面 剛剛講16號以前我都已經如烈了很多的討論 28個 那種假 那種不好 真正的 橫空出自 真正在討論的 17號那天早上開始討論的內容 都是黃國昌的版本 是的 沒錯 因為在會議規則裡面有提到一點就是 修正動議要先討論 如果修正動議被表決通過的話 其他的版本都不用再討論 所以黃國昌送來的這個新版裡面 只要是藍白優勢人數通過 那過去28個版本就作廢了 就不用看了 所以他是當天早上拿了熱騰騰出爐了 前一天晚上才訂稿的最高機密 這不是我講 是他自己講 他說是最高機密 可是他也講 他說這種修正動議本來就是臨時提議 民進黨也都是這樣幹的啊 所以這就是他 我說他康乃爾法學博士厲害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如果這一套可以的話 未來以後 修正所有的法案的時候 先隨便提幾個條文 過過水 把委員會跟這個政黨協商通通闖過之後 到了院會 我馬上再提一個修正動議 面目全非了 掛進去 直接插隊 直接不用排隊 不用掛號 就覆蓋掉過去大家討論的條文 你用人數優勢可以通過啊 這就像什麼 兩個人要結婚 以前修正動議沒有人這樣搞的啦 對 以前修正動議就是修什麼 標點符號啦 或者說有幾個字詞啊 覺得這個不是很通順 我們調整一下 可是黃國昌提的是一個 新的所有的整合版進來 是前一天晚上 他是改頭換面的 對沒錯 兩個人要結婚有沒有 前天晚上跑去大整形 隔天到了護政事務所要簽字的時候 才給你看他長什麼樣子啦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黃國昌說 他沒有 雖然沒有公開上網 那是立法院的規定啊 他沒有上網 也不是他願意的啊 但是有印出來 發給所有委員 我跟保潔的報告 什麼時候發的 晚上七點才發出紙本 對 你前面都已經早上七點要開會 你晚上七點 你的新的最高機密 才發紙本給所有的委員看耶 按照這樣的條文的通過過程 當天提出 當天就要通過品質會好嗎 我跟大家簡單報告 這條文最後我挖出來了 從欄尾那邊挖到 你拿到了 對欄尾那邊挖到 其中有幾個點 我看的是觸目驚心啊 有嗎 包括了第47條 他規定說 立法院調閱小組可以要求 不只是政府官員喔 還有包括法人 民間的企業 還有民間的一般自然人 要來被調查 意思就是說什麼 比如說以後啊 他看我們關鍵時刻 覺得說欸 怎麼這個吳子嘉董事長 他爆了一個料 他想要知道消息來源 他可以把吳董叫到立法院去 請你告訴我消息來源是誰 那如果吳董秉持良心說 我不會透露我消息來源 可以怎麼樣 一次罰十萬 第一次不講罰十萬 第二次不講再加十萬 第三次不講再罰十萬 罰到你講為止 可是他說美國也是這樣 他說美國馬克 佐克 博也就做聽證了 今天包括聽到的也做聽證 大家不都這個樣子嗎 寶傑哥你點到重點了 在我們今天錄影之前 有一條很重大的消息出來 就是美國有三十幾位學者 其中包括很大咖 前AIT的處長楊書蒂 以及施圖文 發了一個連署的聲明 他講說什麼 他說大多數憲政民主國家 雖然有藐視國會罪 但通常適用於沒有理會 出庭作證的傳票 或是在司法程序當中說謊 沒有任何民主國家 會因為政府官員 在履行備詢獄中 被判藐視國會罪 或只是因為回嘴提出 被藐視的指控 甚至他裡面也講說 對於在野黨提出 不符合憲法的國會改革案 感到震驚和悲傷 就是美國人 美國人對這件事 竟然有發表意見 藐視國有這麼在乎 對 所以這個案子其實說真的 所以你說一般藐視國會是 你叫我去我不去 我完全不理你 我完全不在乎 可是如果說今天馬克總共博 已經穿了西裝 以前都穿T恤 我都穿了西裝 我才會很認真回答 你就不能拿我怎麼辦了 對啊 TikTok的執行長周壽之 在美國國會作證的時候 講了一對話後來被拆穿 他也沒有被抓去關 所以你知道 在整個討論過程中 其實平心而論 可不可以討論 當然可以討論 而且一定要討論 我不是說一定不能通過 但是重點是 你那個討論的過程在哪裡 剛剛前面 沒有討論 前面給大家介紹的這種 國會多數黨要來壓制少數黨的招 以前有沒有人用過 有 但是是分別個別用不同招 這一次是整套組合計全套用上 從程序委員會一直到院會 全套用上 我覺得這是我們看國會看這麼久 第一次看到 這個組合拳 就像我們在玩玩具抽盲盒 一開始上網看 全28種有28種玩具 我去買 這個盒子買來之後 我繳了錢 我打開 結果發現 怎麼是一個隱藏版 不在公告的目錄上 我還要打開 我已經付錢了 我才知道 原來條文長這樣喔 你知道嗎 在他們藍白的訂稿版 黃國昌拿出來訂稿版裡面 甚至還有寫 國會調閱資料喔 如果說已經是司法機關調閱 就表示比如說檢察官偵辦了 竟然還是要給國會調出來一份 這是過去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曾經講過 偵辦中偵查中的案件 不在立法院可以調閱範圍內 可是他們現在 要立法來推翻大法官解釋 講過內容 請問 這不需要討論嗎 請問這種條文 可以517當天早上7點提案 當天就通過嗎 我個人是不認為 這叫什麼國會改革 而且如果照你這樣講的話 本來以為說 今天是傅崑崎 黃國昌是傅崑崎的小弟 現在搞了半天 傅崑崎是黃國昌的傀儡嘛 這個傅崑崎 以前憲太爺出選的時候 黃國昌旁邊是一個師爺 師爺在旁邊為他出謀話 為他衝鋒憲政 稱的是這個憲太爺傅崑崎的面子 你說現在517馬上給你耐青的難看嘛 521的時候我把這個直接碾壓過去 顯示他對立法院百分之百控制力 這個對傅崑崎來講 他在中國面前的身價是水漲船高 那對黃國昌來講 所以你也認為有中國因素在後面 我認為找不到其他為什麼這麼急的理由嘛 非要517 剛剛講的條文 你看爭議內容那麼多 為什麼不能好好地提出來之後 讓朝野不同意見表達嗎 因為你人數多啊 你全部表達完 就算民進黨51個立委 通通車輪戰 通通上去講一個小時 最後表決還是你贏啊 為什麼就是這麼急 急著要在此時此刻 大家真的可以去思考 為什麼是在傅崑崎去到北京 見過王滬寧之後 回來就做了一個這麼急 而且讓人想不通 後面到底是什麼操作 而且黃國昌 他這一次真的是把這十年來 所有太陽花關於公開訴求的透明的訴求 一口氣全部違反啦 所以我說這個人真的很狠啦 他黃國昌這一巴掌 不是只是要打在民進黨的臉上 甚至是打在十年前曾經一起奮鬥的太陽花 所有的戰友的臉上 後者這個我後來 我覺得我成不接受 或是我完全不能理解是 之前他一直講說 我在立法院的這個所謂的公開的網站上面 已經把28個版本我都公開啦 你都可以找得到啊 可是最後17號那天 真正表決的版本 是黃國昌的最高機密 立法院以前比這扯的有沒有 有更扯的啦 對不對 那前瞻計畫對不對 委員會 委員會包裹 委員會也包裹啊 對不對 還跟你豬條頭亂 通通都沒有直接把你幹掉啊 那種更扯的也是有啦 但我也必須要講就是說 他今天後來這個 你說 你剛剛講 以前這種東西都是誰幹的 都是柯建民幹的 對啊 結果現在柯建民搞了一些爛事 大家用柯建民以前幹的爛方法 回過頭來幹他 而且有週外來的 其實已經收斂很多了啦 講去實在話 現在就是說 你當然可以覺得 我覺得不透明是一回事 跟違反意識規則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版本當然可以討論 大家可以不滿意 但是沒有那麼洪水猛獸啦 說會影響到什麼東西 我覺得我們前段講的 比如說高端 比如說NCC跟的一些東西 你跟政府打交道 你拿政府的特許 我跟你打交道 我要你的東西剛好而已 我不是說有那個長臂管 我覺得每個人都叫來 我覺得那個困難 但是回過頭來講 就是這個版本就是說 你華國昌當然一直都主張的是公開透明 結果你在這件事情上面的做法 當然就是很糟嘛 你為什麼到最後 我舉個例子好了 這個是他們最後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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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眾兩黨 這邊是國眾版 這邊是民進黨版 這樣是我們一般的標準的法案對照表 你知道二十八個 這邊是兩個版本 然後一個國眾版一個民進黨版 你知道二十八個 拉起來是一個什麼感覺 用那個B4 然後還要再縮小字體 然後一大本在那邊 就是你一般來講 那個狀況是沒辦法表決的啦 那所以而且他這一次還包括 他還把民進黨的案子擋在外面 所以他真的是等於說 我非要在517 要強度觀察 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沒有道理 就是你擋民進黨案子 不讓他併案 真的是沒有道理的事情嗎 因為民進黨的案子 已經排在那個地方了 所以像議員剛剛講的不併案 其實不是常態啦 我跟你講以前有 但是不是常態啦 就多少人 你案子跟我不一樣 最後表決就是我的案子過 我為什麼不讓你併案呢 因為進來才會一併打掉 不然你案子還在外面嘛 一起審完之後 這個案子表決完之後 你這案子就不見了啊 理論是說他不併案那件事情 真的不是常態 所以後來不是變成委員會開雙包 中嘉賓自己又開一個 所以你們那個案子 沒有辦法包進去 我又自己開一個 所以他在這個審查過程中間 留的尾巴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就是說 你今天來講 就是一般來講 以往的表決就是 你要有一個主體啊 大家稍微案子要理一理 你才有的表決 我跟你講28個你怎麼表嘛 南元北側每個 每個講的不是 甚至同一個條文講的 不是同一件事啊 你知道啊 所以那個表決會非常困難 所以以前都是會有一個協商 協商之後 部分有結論 好那就有結論 那就照這個通過 沒有結論我們要表 一二三四五六七 這個要有協商 所以為什麼 我們前一段在講說 你朝野協商 他完全沒協商嗎 就是朝野協商裡面 他不是只有法案內容 通常還有處理的程序 所以我剛剛講說 你在排除韓國瑜這件事情 是怪的 因為你排除韓國瑜 你怎麼去 誰排除韓國瑜 就是他們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這個案子 出 急急忙忙丟出委員會之後 有朝野協商是黨團自己召集 然後也沒有叫韓國瑜召集 然後屁股叫韓國瑜叉 那我剛剛講的 他其實在表決過程中 會跟你講說 這幾個有條文有 剩下的我們要怎麼表決 以往的處理應該是要這樣 王靜民實在是這樣 就算不同意見 也要講好處理的程序 不是到了那個現場之後才說 那個沒有錯 你可以丟修正動議 這個以往也出現過 柯建民也幹過這事 臨時到現場出 柯建民什麼都幹過 臨時丟修正動議 但是基本上那個不是常態啦 就是說你通常會有一條兩條 說臨時行政部門有意見或什麼東西 我突然想說這個原本修的 我可能要修重一點 還是我要多一點 但是整本 整本 這種狀況真的不多 所以增加國會功能 增加國會透明度的 我是同意的啊 透明度的東西 我都覺得藐視國會最某種程度是有用的啊 就你不要太離譜就OK 那問題是 你為什麼用一個最不透明的方式 最沒有辦法讓社會參與的方式 歸改的是一個要社會參與的東西啊 對啊 你要有社會的支持 大家才會幫你幾乎挺啊 結果到最後來講 最後是突然之間 丟一個東西出來 而且你再去跟國民黨 尤其是對國民黨版本 我講實在話 你完全沒有辦法解釋這兩個落差耶 為什麼當初你喊家喊成這樣 你剛剛現在做只要這樣 你這種落差這麼大 你總要跟我解釋一下說 到底是什麼地方不對吧 是當初喊的不對 還是現在這個狀況不對 中共有一個不對吧 對啊 現在的狀況完全不去解釋 我覺得這件事情上面來講 尤其是黃國昌啦 黃國昌原本你是公開透明的代表 你當年是把曹野行 罵到一文不值黑箱嘛 你現在狀況是曹野行 我有開你來不來無所謂 反正我照表 這個狀況真的很難說服一般的民眾 好 尤其 剛才講的這件事我就覺得怪事 剛剛第一個講的 你這個時間上太快 517 519 剛好碰到520之前 中間會有人很多的一個想像空間 第二個怪的地方是 我根本覺得這三個人 剛剛講 我一直 哇 你怎麼會去相信柯建民 另外一次你覺得 付虧其做什麼事情 我一定會想你付虧其在搞什麼 我沒有想到黃國昌也這麼幹 這三個人在搞什麼 首先我們講的 而且他們三個人很妙喔 都在做一件事情 架空韓國瑜 甩鍋韓國瑜 對 首先我們從草野協調這段話裡 還開始談喔 各位為什麼這個法案 要如此的隱密 甚至如此的包裹性的法案 然後一次的把所有28案 統一一案併程 然後直接呢 就在晚上的時候 用突襲的方式 然後隔天早上 立刻進行表決 各位我坦白講 我們退一萬步好了 今天這個法案 如果公開透明 就是說更早 很多人講說 欸有啊他有透明 他晚上好 他至少一個晚上可以看 好沒關係 更早 然後上網 讓所有的委員 包括來我再講一次 韓國瑜在內 看到這個法案 這個案子難道就不會過了嗎 還是會過啊 還是會過嘛 所以他唯一這樣做 只有一個目的嘛 什麼目的 他訪的根本不是民進黨嘛 我講白了 你民進黨不管你提什麼案子 就算你統一他也是會反對你嘛 他會同意你嗎 不會 不可能 他就是跟你反對到底嘛 對不對 所以他請問一下 還有一個人不知情的人是誰 韓國瑜 就韓國瑜不知情啊 那怪是怪在這嘛 來這第二件事情 他歷次他其實有經歷過 非常多的討論跟朝野協商 包括在5月5號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找民進黨來 中嘉賓也有來 吳思雅也有來 在最後討論不換而散 破局了嘛 破局他就列一個紀錄說 朝野協商破紀錄 但各位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這個朝野協商 韓國瑜在不在場 不是 也不在啊 那奇怪變成 國民黨黨團所召集的朝野協商 那國民黨黨團是誰召集的 還復婚提 然後再來 好各位 時間又到了5月15號 我們在講這個法案的歷程 5月15號之後 藍白呢 決定要討論出 伸出一個版本來 然後那時候 他們兩個又開始討論 討論之後呢 會整出一個版本 也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5月16號的最終版 但各位請問一下 這個最終版是不是還是最終版 不是喔 這個最終版還不是 所以韓國瑜搞不好 有看到這個版本喔 但你看喔 結果到了5月17號的時候 他才把這個東西 第三版 對 再修正動議 就端到檯面上了 就端到檯面上之後 你才發現喔 原來你們晚上8點 最後公佈的版本 討論出來的決議 是這樣子嘛 那請問一下韓國瑜 是在什麼時候收到的 要嘛是晚上7 8點 也要嘛是早上7 8點 跟大家一樣 所以說韓國瑜 作為一個立法院院長 他拿到這個資料的時間 不會比我快一秒鐘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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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記者可能差不多嘛 那我請問一下啦 你立法院上做一個院長 一個新的版本出來了 他應該第一件事情 要做的是什麼 針對這個版本的內容 超級草野協商 去討論嘛 那請問一下韓國瑜的功能 是不是完全就消失了 被架空了 因為拳拳在掌握 這整場大戲的人 各位 只有一個人 你知道是誰嗎 我知道大家一定想說 傅昆琦對不對 錯了才不是傅昆琦 傅昆琦沒那麼聰明 就變成黃國昌一個人在玩 黃國昌 所以真的贏武者 是黃國昌 對嘛 黃國昌把這個傅昆琦 當作的這個 那這個 在以此去逼迫韓國瑜嘛 所以各位 那最可惡是什麼 你知道嗎 當韓國瑜好 他準備說好 是不是他早上說好 那我們來開始召開草野協商 對不對 那草野協商來的時候 第二個角色就出現了 理論上來講 今天這個第二個角色很重要 他叫誰 他就是柯建民 那柯建民你知道他做什麼事情嗎 他如果說真的要實質討論 他應該要什麼 把這個新的條文拿出來說 你們這些黑白來的 第一條 第五條 十幾條 名堂 就請問一下柯建民 有沒有進行走路到實質討論的環節 也沒有 這三個人各懷鬼胎 我們這叫唱三皇 為什麼講各懷鬼胎 復關其今天態度很明確 法案內容他都不知道 他也不重要 因為他只有一個任務 第一個我要面子 第二個我要洗臉賴清德 第三個 這兩個相加等於 我可以在北京面前要無揚威嘛 對 我有power 那黃國昌要的目的很簡單 他要實質上掌握整個立法院法案的動向 以及整個立法院法案的審查權嘛 但對於柯建民說 柯建民這樣有什麼好處 當然也有啊 我問一下 今天朝野和諧 賴清德會跟誰談話 跟 韓國語談話 韓國語談話嘛 院長嘛 我們來瞧一下 處理事情嘛 那我問你 今天朝野破局 賴清德說 程序正義 血流成河 多數尊重少數 這就要完結嘛 要收拔嘛 那賴清德只能跟誰談話 變柯建民了 你怎麼知道柯建民跟傅崑崎沒有安排 你怎麼知道柯建民跟傅崑崎沒有安排 你不要嚇我 你不要嚇我 我問你啊 明天如果說柯建民跟傅崑崎 兩個要打假球 讓他一次過關可不可以 可以嘛 如果要來完真的 拖推拖拉 拖到禮拜五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拖到下禮拜都可以 他拖到什麼時候都可以 那請問一下他會不會 大家要來問賴清德了 所以賴總統 還是程序正義嗎 你要不要罵更兇 你要不要罵更慘 那請問一下 這不是被尾巴咬狗了嗎 那一樣啊 韓國瑜他沒有協商空間 全部都不問你說 院長你好軟喔 院長硬起來啊 院長你這樣子 你有責任啊 一天一天罵 我跟你講啊 禮拜二喔 明天喔 沒過對不對 韓國瑜倒大煤 絕對被罵個半死 如果禮拜五再沒過 他連人都不用當了 直接去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如果下禮拜 他直接整個都廢了 那請問一下賴清德 原本要做全民總統的這個想法 是不是也隨著日子的眼鏡 會開始一步一步見走偏風 變得越來越綠 變成民進黨的總統 那請問一下 對於這兩個 我們講目前政壇來講 聲量最大的這兩個人 有好處嗎 當然沒有 最大好處是誰 就是這兩個婦科體制 配上一個黃國昌 所以不會啊 黃國昌真的在後面 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 他在幹什麼 黃國昌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如果不是他的話 今天這個案子 不會以這樣的方式走完 就是照理來講 這個二月一號新國會來上任 現在才五月 對 三個月的時間 他就會來變動 這麼大的一個制度改變 這個火車開得非常快 火車怎麼開得快 我們都已經看到 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 真正的關鍵人物黃國昌 他配合著國民黨 去阻撓真正討論的發生 只要有意見討論 就送保留送保留送保留 這是黃國昌在中間的 因為當時這個大家有講到說 為什麼民進黨舉手44次說要散會 因為主席一直在財事條文保留 會議一直在往前跑 那民進黨說不行 那不然散會好了 這樣子條文才不會一條條全部跑過去 那時候黃國昌是關鍵一票 他在下面跟著國民黨一起舉手的時候 才擋住了這散會動議 所以這個28個版本的所有條文 是全案打包全案保留 一條條跑過去的時候 是這個過程 再加上後來是誰整合出這個最新版 黃國昌 黃國昌嘛 大家知道喔 這個有媒體拍攝到 他5月15號前兩天 表決前兩天 他還通電話說 國民黨的負責法案的助理 能不能聯絡到 你這個25條 到底是要走刑罰還是走罰環 這樣不行 又有刑罰又有罰環 這個條文寫得不好 是他在跟國民黨 在討論這個條文怎麼寫 如果說今天只有傅崑錡的話 搞不好這條文難纏 有可能會這樣子 對啊 但是因為有黃國昌在嘛 所以 517這個大縣要到的時候 516深夜宣布訂稿了 隔天可以把這個稿子拿出來之後 直接要透過修正動議的方式 一條條表過去嘛 那這個議事規則的所有美感 黃國昌非常清楚 那當然黃國昌他現在 是要跟國人以及民進黨宣告說 他不只回來了 而且他是關鍵的人物 而且他是最重要的力量 讓他自己的身價水漲船高 為的是什麼 他這個立委只能做兩年嘛 按照柯文哲的說法 只能做兩年的立委要怎麼樣 未來新北市長他的戲份 他的份量會不會在藍營當中 越來越重 這也許他的目的 我覺得看到一個非常誇張的新聞就是 台灣館之前弄了一張圖 圖了以後大家覺得不對啊 你是抄襲人家 抄襲人家之後呢 這個側翼居然去出征人家 我覺得民進黨的側翼 我跟你講我討厭共產黨 不管你是紅色共產黨 或者綠色共產黨 你都是一樣不問是非 而且剛剛講的 完全以黨的意志為主 然後去出征人家 出征人家沒有辦法 知道就知道嘛 你最後承認 可是我覺得這更可怕的是 他有參讀 我更覺得說 民進黨有很多的招標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剛剛講的這個人去找 他的蹦事件 我們是招標 台灣館招標給蹦事件 蹦事件的員工談話說 老闆 我聯絡上我的妹妹 他跟我講 他真的是用別人的圖 但他不知道事情會這麼嚴重 我今天台灣館 我發包給一個蹦事件 然後這個蹦事件 隨便找一個人 找他的妹妹來畫圖 這個妹妹隨便去Copy人家圖 你知道 這畫一張圖 240萬 240萬 就這樣給丟出去了 我們到底還花了多少 這種可怕的冤枉錢 對 老闆 你剛剛講了一個重點 不管你綠共 紅共 藍共 黃共 反正你只要有個共字 都說什麼 我不講武德 反正我先幹了再說 為什麼 因為今天這個東西 是被大家抓包說 你台灣館理論上應該是要有什麼 台灣價值耶 台灣文學 對不對 你是愛台灣 愛人 愛鄉土啊 不是 我覺得那個個性 有點解釋 你如果看了文章 你就知道我多麼愛台灣 你屁啦你 對嘛 然後你竟然是引用了 來自對岸 來自中國的圖文 結果第一時間被抓包 那離譜再來 第一個 這個標案要240萬 你怎麼會去用偷的 結果偷到之後 保底哥你知道他們第一時間 做了什麼事情嗎 殺 開始在清一色的出征 出征原唱者 出征這個有質疑 出征挑戰的人 說你們這些人 都是中共同路人 然後噼哩啪了 反正不肯親紅包辦 出征了 我先罵了再說 你敢說 而且更離譜的來 又一想當那句話 天大地大 沒有黨的恩情大 爹親娘親 沒有毛主席來得親 對對對 更離譜的來囉 他還反過頭來說什麼 說是中國抄襲我們的 而且是發動官方文宣 配合側翼 開始講說是中國抄我們 是我們先出的 我們早在多少時間點 就已經把這個圖片 可以創作出來了 但各位啊 你知道離譜在哪裡嗎 離譜是結果 我竟然後來被人家抓包說 不對勒 比如說我2021年 所使用的文件 對不對 他說我IG就有公佈囉 結果保理哥你知道是什麼嗎 假的 眼睛夜賺眾 假的 是假的 第一個 他IG你有沒有看到 他把日期貼在上面 笑死了 IG的日期根本不會在上面 再第二個 IG正常右下方 各位你仔細看喔 是不是覺得有點空空的 白白的 為什麼 因為應該有一個收藏鍵 所以他這個不是震驚格式嘛 他這張圖 保理哥你知道跟什麼樣嗎 他跟他的抄襲的圖 是一樣是用批的 就一樣是批上去的 你做假的 就是你的圖 已經先抄襲用批的了 結果你的澄清偉也是用批的 結果更噁心的 這個bong世界王上 我出來說什麼 說 哎呀我們那個 多麼這個愛台灣啊 哎呀我們那個 愛鄉土啊 我們這個情懷啊 我們怎麼可能呢 去做這些事情呢 對不對 然後開始用這些台灣價值 台灣意識 來去跟外面訴求 結果是 直到最後 通通事情 才講什麼 我真心的希望台灣能夠更好 如果你們能夠關注我其他的發文 而不是這件事情才來的 你會發現我有多愛這塊土地啊 對這個叫做 愛台灣市門好生意 對保理哥你知道這個可惡在哪裡嗎 第一個 這個bong世界一年喔 我們講累積的標案 拿了台灣館 七年拿了一千四百萬 代表這個叫做行之有年 再來第二件事情 如果說這一張圖是批的 保理哥我請問一下 他知不知道這個是超來的 他就知道這是超來的嘛 他知道這是假的嘛 然後他還跟你講說 我多麼深愛這塊土地 然後更離不來囉 離不在來什麼 還有對話紀錄 因為我跟你們講 這個荒謬在哪裡 第一個 到底這一張圖是誰創作的 你大家也在問這個問題嗎 你外包一個廠商 他應該有一個團隊 有一個team嘛 結果不是喔 他是bong世界 駐台文館小編的妹妹的妹妹 所做出來的一張圖 就是你看他說 你好 這個就是當初 駐台文館的那個小編 那不就私相授受嗎 等我看 我覺得這個民進黨 還有一點羞恥心的話 你要先把這個插下去 因為這中間一定有病端 這一定有貪腐 正要講 這是台灣標案網 台灣標案網 這是113年的展覽數位內容 建制採購案 建制採購案 你們要講 我覺得這個真的太妙了 我的預算金額 225萬 我的決標金額 224萬 你是神嗎 預算金額225萬 你居然可以用224萬標道 而且只有你一家標 標也就算了 老闆我聯絡上我妹妹了 他跟我講 他真的是用別人的圖 保健哥你剛才講的重點 這個叫做標道緊繃 來然後我們再講這個更荒唐的 就是說好 你今天取得這個標案沒關係 你如果正正當當的 用一個職業的團隊來經營就算了 結果不是欸 它是什麼樣的關係 第一個 台文館裡面有一個 蹦世界的註點小編 也就是說 他是蹦世界的人 但他在台文館上班 結果這個小編的妹妹 為什麼我們知道 因為你看他說 老闆 我剛剛聯繫上我妹 她跟我說 真的是用別人的圖 她不知道事情會這麼嚴重 等一下 嚴重在哪裡 你一個224萬的標案 結果丟給一個小編的妹妹 去網路上隨便搜圖 就可以賺到這些錢 有這種事情 然後你台灣館也知情 還敢出來說謊說 你多剩愛這塊土地 來各位更離譜的人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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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有人拿出來了以後 你去出征人家 羞辱人家 對就你知道自己錯了 但是還是先怪人再說 先把別人修理頓 而且還製造一張假批圖 企圖以假亂真 企圖 in out 企圖扭曲 而且把所有說真相的人 你知道他們更可惡是什麼嗎 他們跑去出征那個中國原創者 開始跑去罵說 你這個中狂原創者 你怎麼造假 你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你怎麼會抄我們台灣的 這種事也敢幹 台灣館還發一篇文說 我們很榮耀 因為我們發出來的圖片太優秀了 竟然連中國都來山賽 中國都來訪案我們 還敢講這種話 台文館居然還講這種話 對 他還敢講說 這個這是我們的榮耀 因為中國來抄我們 各位你知道更可惡是什麼嗎 他們總共有40幾個建標 國立喔 這是國立 台灣文學館爆發 稍微撐襲 然後他兩度否認 兩度否認來講 原始創作者 在2019年就發佈在小編 IG上次號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呢 他說 他跟我們講說 是你們抄襲我們的 對 而且他也誣陷原創者 各位沒有看過這種人的好不好 誣陷之外 然後他還講說什麼 然後奉事界的創辦人還講 如果不是因為這件事情來 你們會發現我多愛這塊土地 對 然後後面開始硬鵬說 這個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為了這種手上的證明 變成這種鬥爭的工具 又是正式的工坊 我實在覺得很委屈啦 他就說 這是阿公的營銘 但各位你知道可怕在哪裡嗎 總共台灣文館呢 包括除了這個之外 這一家得標的廠商 奉事界竟然拿了46個47個標案 高達7000萬的金額 但是這7000萬的金額裡面 有九成 保健哥如同都是你剛剛講的 你知道什麼嗎 單一廠商得標 反正這就只有一家得標 所以我現在搞懂了 我本來以為說 就是因為你這個住小編 人不清土清淨水樓才先得月 因為有這個小編住在那邊 所以他才發包給他妹妹 但我現在覺得不是耶 會不會是因為奉事界背後 到底有什麼勢力神通廣大 臺溫館的1400萬只是其中之一 他甚至廣大到可以安插到 人馬進去裡面該的單位 你看奉事界八年的標案 最大一筆是2021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標案 這個標案就拿了523萬 剛剛講的黃金博物館 跟台電也砸了400多萬 對 來你看我們講到故宮 我們講到台文館 甚至我們講到什麼 黃金博物館跟台電 這個叫做什麼 已經橫跨不會太過遙遠 而且單一廠商得標 甚至九成 只有一間公司得標 代表是什麼 他怎麼頭怎麼中 甚至是限制型招標 但是如果限制型招標 通常是因為有相關的 專業知識跟背景 但你請來的竟然是 找員工的親戚 找員工的家人 甚至找網路的親戚 員工的妹妹 還去Copy人家的圖 他說我就是網路上拿來的圖 然後我隨便Photoshop 隨便把它連改一改 就直接送了 送了也沒查 就直接用了 那我就問這7000萬的金額裡面 到底含水量有多高 有多少 都是用這種做法 爐法炮制 好 玉鳳 我當然知道綠工很無恥 可是我沒有想到 無恥到這種程度 現在來講的話 真的是一門好生意 今天520嘛 520主事節 大家覺得這個東西線條很漂亮 這有問題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你先不要看別的 你先看這個 這個就是大方的線條嘛 然後有藍有綠嘛 但是你仔細去看一下 很多人就說 你這個東西怎麼這麼的熟悉啊 你看這主線條 紅黃綠好 像不像法國畫家的 你就直接對比 就是長得幾乎一模一樣啦 我們不能講百分之百 但就是一模一樣嘛 然後呢 這個賴清德跟香美琴 他們這個肖像 用線條 像藝術家安娜的這個作品 你這兩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們也不太能夠說什麼 因為你每次講 他們就說 這個是像什麼 像是經典致盡啊 什麼超型 你懂不懂 好 那這個東西我就來看了 他們這個回章 這兩隻狗跟貓狗 你就看 你就看這兩個畫面 我們下一張圖放大一點 這個狗狗跟貓 跟這個圖 因為蕭美琴喜歡貓 貓派跟狗派 對 爭取愛貓跟愛狗的人的支持 所以我弄了一個 凶章別針 結果欸 導播再看 這是我們的凶章別針 這個是人家的圖 這個圖 可不可以買 這個圖可以買 很多大學生做PowerPoint 都要上網去買 這個東西怎麼賣呢 這個圖呢 賣2.9塊美金 3塊美金 他有花錢買喔 他不是跟台灣管 那個直接給他copy 然後還有去弄 這個有買喔 這花了2.9塊美金 現在美金員匯率的話 1塊美金換32塊台幣 我們就算你 花了100塊好了 但你知道嗎 寶傑哥 他這個案子多少錢還沒有出來 但是呢 上一屆的案子出來的話 主事節設計 總統就職的設計 比方是多少錢 56萬元 好 重點來了 重點呢 這一個那個創意總監還說呢 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用公司購入商用授權的素材庫 作為基礎 然後呢 結合設計元素 重新製作的圖像 你花了100塊 然後呢 你最後就是拿了幾個標案 難怪有人挺民進黨挺成這個樣子 這個一定要挺的 你給我錢我也挺你啦 這個真的很厲害 我們的同事帶回去看喔 這家公司呢 三葉文有限公司呢 負責人 嚴先生呢 他的資本額是50萬 然後呢 這50萬的資本額 50萬的公司 標了這麼多的案子 然後呢 這50萬的資本額裡面 有幾個股東 就一個 就他一個 然後呢 他們這間公司專門做哪些案子呢 這是從這個採購網拿來的 你看看喔 文化部的案子 又來了 然後呢 台電的案子 27萬 台電的案子 89萬 然後呢 再來呢 台鐵的案子 這個畫到了 台鐵的案子 94萬 你光做台電台鐵 無畫部 他其實這很多啦 他雲林縣政府也有做 這太厲害了 桃園市政府他也做 平東縣政府他也做 大家講雲林縣啦 高雄市啦 桃園市啦 台北市啦 好厲害喔 這個很厲害 50萬的一個 50萬的資本額 他一定有他非凡的一個實力 所以呢 他可以拿到這麼多的一個案子 但是我們還是講一句話啦 如果你這種總統就職的案子 你如果 因為上一次是56萬嘛 這次大家相距不遠 六七十萬 你至少 你至少再看一次 你至少再看一次 你至少給我改個圖吧 你不改圖 你這樣子弄 你覺得好意思嗎 好所以 剛才講了 候選 所以為什麼覺得立法院要硬起來 立法院總是要有人管外 這種事吧 我覺得他們很荒謬的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監察院了 我們現在監察院已經有代曉權了 我跟你講 我就是因為看到現在的監察院 看到監察院爛成這個樣子 我才覺得 至少 立法院大家可以看得到 因為我覺得這幾個案子都很荒謬 尤其去台灣館 那個原本是台灣文學的重要基地 結果去抄對岸的東西 把對岸的東西拿來當台灣文學 把我們的公罵拿來擺 怎麼會通 那個人真的亂整一通 還去污衊人家 台灣館的副館長蕭淑貞 就這個人 他還講確定 我們是沒有抄襲他們的 對啊 你今天就是 你不是做賊的喊抓賊嘛 對不對 你自己去抄人家 還把他痛罵一頓 還去扁人家 最後變成自己灰頭土臉 現在狀況為止 就只有一個道歉 底下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覺得這種處理 我假設說換成 這種東西換成藍營 我跟你講 而且我覺得老闆真的 我覺得老闆真的太厲害了 說我是愛台灣的 然後這件事情發生了以後 他居然講 我算是達到里程碑了啦 我們的作品被抄襲 然後講說我們被抄襲之後 底下講 這個可愛的阿龍是蹦世界的作品 然後底下這些塔綠班 就全部同事的作品 把它應用在世界上 一開始覺得很可愛 沒想到還爆紅了 我大家 將心比心想像一個狀況 這個假設是柯文哲發生 還是蔣萬安發生 蔣市府發生說 他抄別人的 還去罵別人的 會變成什麼樣子 你現在的狀況就是 明明抄得很罵人 這真的是 真的愛台灣是一個好生意 那今天包括 他今天的主事集也是這樣 你真的是太相像了 當然 我不講你抄襲 那就證明你做得很爛嘛 很爛還可以賺這個錢 所以剛才講的 我講立法案 假設像這種狀況 立法院調你們來 調你合約 開一個調業小組 當然不會為這個小事 但是問題是 真的這樣做 也沒有數太過分 現在最新的消息是 黃明昭現在要調職了 調職了以後呢 現在確定警政署 真的是台北市警察局長張榮欣 你直接把人家丟什麼照片 跟什麼黑道來往 一起吃魚吃 根本沒有用 你可以看出來說 如果今天賴清德想要你 他就是你了 對那過去來講的話 就算是新的總統上任 他可能為了會治安 會有一段維護人期間 通常不會520當天就換 會換到什麼時候 會等到7月16 為什麼要7月16呢 很多的學長 很多的資深的老行警 資深的警官會退休 你在7月16號 你剛好換掉 不然的話 7月16號是一個換屆的時刻 對就是一個換屆的時刻 但是為什麼今天520早上 賴總統來就任 下午馬上來換警政署長 為什麼那麼急呢 他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賴桑要用的人 就是我要用的人 你們這些人 不要給我在那邊出怪交 之前不是說什麼 有風紀案件 然後什麼吃吃 吃魚吃 然後大大大地把影片 啪啪啪啪 弄了18張的影片 沒有 張錫心張局長 直接出來開記者會 開記者會 其他人開記者會 畏畏說說 這個當初我們當初爐坐針山什麼 然後沒有 第一句話講什麼 美逢警政署長的人事案的時候 就會出妖風出怪手 這東西沒有用 賴先生先告訴大家一件事 賴清德要用的人 他就是要用 你們什麼其他的一些疑慮 都沒有 都沒有漢動 今天就是一個賴清德展現 他的實力的一個時刻 賴清德不只是展現實力 他讓七萬大軍知道 你就是跟著我的路 聽我的 你今天張榮鑫 張局長 張署長 從台南縣幹到台南市 代表什麼意思 你是我的人 你跟著我 你是我的人 後面就沒問題了 其實張榮鑫 張局長 以前是我們台北市的同仁 然後呢 他從局員一路做到這個松山分局 松山分局 是台北市少數的甲等分局的二組組長 但是呢 升官之路 在當時並不順 所以他最後到哪裡去流量 到中南部去流浪 流浪到了台南之後呢 賴清德說這個人不錯 這個人齁 他是流浪到台南 對 他是流浪到台南 然後他講話齁 還沒說話 不可做事情很實在 從此就從台南縣 然後呢 一個分局就是說 做到台南市已經升格六都了 台南市一路一路坐上來 所以 賴清德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你們不要在外面找路 現在只有一條路 就是我賴清德這一條路